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钟撑档 今天我们会谈谈七一占领立法会的渔货 其实不是因为整个运动相关的 因为基本上都是自然反应 每逢有一些大型的运动出现 在香港是很自然的结论 通常都是蓝丝的结论 一定是有外国势易干预 他们说的也不能完全没有根据 他们永远都会搬了NED 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 而NED又真的有些数据被人查到 有支持香港的组织 所以这次也很难免说 怎会有那么多口罩 怎会有那么多索带 然后又说那些小孩做的东西 这些就是颜色革命的套路 怎会有那么多安全帽 一定是收外国势力的钱 甚至乎连立法会员都说 照一独立委员会是没问题的 但一定要查清楚 这个活动有没有外国势力的插入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外国势力 我首先用建制派身份讲 外国势力当然是存在的 因为如果不是领事馆 CIA那些出粮不做事 那就死定了 NED大家可以看到 但这条是上数 在数学上叫Constance 每次都有 每年NED都会派一千五万给香港 今次又不会多 而且根据报道 我没有特别查过数 好像是少了 还要少了 那些人说特朗普收水 所以整件事 所以泛民都下不了 但问题是 在这个状况之下 外国势力只会少了水 不会多了 即是说这个是上数 即是6月内 不会无端端逼了水 是专门资助这个活动 因为这些钱已经分了 还会比上年少了 就算是有资助活动 这个资助活动 都不会多过上几个活动的资助活动 都不会特别说 今次又可以大把一千 吩点钱出来 即是不会 还有外国势力 我们都说中国势力 就是毫无疑问 中国浪费在香港的维稳费 和人数和金钱 应该是外国势力的数十倍 即是说应该是可以抵消 或者是完全可以抵消 兼有得 即是所以 你的意思就是跟建制派 跟蓝丝说 给自己一些信心 如果香港会因为那千多万 就可以搞到成为颠覆反共基地 中联办那些你炒掉了 收了十几亿 人家给千多万 就可以对了你 那你收了十几二十亿 做不差的 应该有三几千万 美国际上自己 也会更多 但毫无疑问 应该是以几十倍 中联办香港有一万人 你不够那十几个CIA打 那有几十多万 你回去怎么拍 你这样的战狼 这真的可以收皮了 原来中国的特务这么废 人家一个CIA抽你一百个中国特工 那就是收皮 这一件事我觉得很感慨 我试一下 我看他们 为什么香港这么少五毛 我觉得五毛 而且五毛的价格不够高 为什么你不找我做五毛 因为那些人写的数据太差 为什么你不放 我当我收的贵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五毛的水平这么高 我因为我写本书 写本关于书 我去查回维基百科 我认为维基百科 全部都是黄师大社的 就是说虽然他 你找那么多人去写 帮说出声做什么 没有人看的 看那些人本身都支持你 为什么你不写 为什么你不写维基百科 是的 喂 他当然 他什么 他的偏颇是很少的 他尽量写得很专业的 但问题我一看就看得出 那黄师的味道 好心你找人自己 找回五毛去写回维基百科 大哥 怎样做事啊 寫都寫 网络大典 大哥 还在维基百科 年轻的老体 我老兵 对不起 我老兵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纯粹是 都是看回六月 这个六月发生的事 我不知道 就算他有 budget 就算是有多了 budget 我不知道他怎么派 你看有鬼佬在现场 鬼佬在现场 每次都有 我说一个客观事实 就是 在几千年来 宗教人士都是特务 而近这百多年来 记者都是特务 整件事是很 这个是一个 common sense 你不要说一个鬼佬记者是特务 其实所有中国的记者都是特务 就是鬼佬的记者的特务 更可能少一点 就是比数 我就是想说一下 今次和佔中14年的时候 分别在哪里 最简单大家都接受的 就是没有了大台 你没有了大台的时候 他们要付钱 那是谁呢 一个观察 给宣传费 对 给宣传费 另外一个观察就是 到现场的 看到那些年轻 很珍惜那些物资 他们如果是很多 budget 很松动的话 拿一些保鲜纸 不不不 好像是支持党 支持兴兴兴大会 用完便便宜了 OK 这样说 这个我有少少的意见 就是作为一个建制派 怎样呢 我经常都说作为一个建制派 真的大事 就是这样 我经常都说 我经常都说 作为一个蓝丝的支持者 巨头支持者 他其实是很惨的 因为他就是磅水给那些年轻 就是每个人 大佬派钱 喂 做为一个蓝丝的支持者 是没有 cash out 是很惨的 而作为一个黄丝的支持者 他的大佬就代替所有的 然后那些年轻就不能代替 这个就是真正的悲哀 你究竟想做蓝丝 就是做蓝丝的大佬 是没有钱的 因为要分散 还要派钱 还要派钱 对了 就是被人夹得确实 黄丝有夹气的 你下边就已经来的 没错 都挺讽刺 那当然啦 就是外国势力 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又没得说 你香港就真的有外国势力 那就是问题 你国际都会来的 你没有外国势力 你就堪棋了 是 深圳内国就没有外国势力 但是我关心的地方是什么呢 喂 你不要常常都以为 那些外国势力无处不在 他来来都给那几个blocker 我都支持民主 外国势力从来的钱都省不了 国内势力 国内势力 我国内势力不支持 我想和安排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你一定要很指意 那个blocker 究竟他能否看得上眼 然后你看看今次这件事 今次这件事 传统那几个民主的blocker 很明显就是不喜欢这些东西 他们不会在传媒上说 你们不要受人煽动 不要那么激进 不要上当 你想想 CIA派片 就是当真是有派片 给那些blocker 而这些blocker 不喜欢这些东西 那他怎么会收受到外国势力的资 不过我认为 有可能 今次是整个物资那么丰富 那些物资很丰富 其实我不觉得很丰富 但是应该有部份人是有丰富的 有部份人可能 应该是一些背叛了蓝丝派遣 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整件事 就是因为那些反送中的蓝丝 都静静地挖一块钱出来帮忙 一袋面就不能给你的 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大过CIA外国势力 国内背叛势力 因为我都跟一些很多国内的人谈过 他们都是对于这件事感到不敢言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愿 我不要说他们有没有出钱 他们是很愿意出钱 假如在一个不让人知道的情况之后 就是帮忙挖牆的 没错他们很愿意 因为大家实际上是太害怕了 另外我想说的是 我对这件事有一个新闻的知识 就是早前郭文贵 他们就跟梁仲恒 就是青年新政的前议员通电话 然后里面有个内容 郭文贵就访问他 顺便就说了两件事 第一个郭文贵说 钱方面你不用再担心 第二句就说 美国方面的事情我帮你处理 于是就被蓝丝捉住来说 喂!你这个梁仲恒 还不是收受外国势力的钱 还不是给美国操控 如果不是郭文贵 为什么会说这两件事 我也是很感慨 第一件事就是 郭文贵现在和美国的势力最亲近 那个就是班农 然后我就直接告诉周谦大师 喂!我怎么计算 现在郭文贵的钱 没有被中共没收完 他怎么都应该有几十亿 或者甚至一百亿身家 人民币的话 他怎么也有钱 他比班农 如果是郭文贵自己给 那就不是国内国的势力了 这么说 作为一个炒股票的人 其实觉得现在牵涉到的数字 是完全都不是钱 是!即是零头来的 那些蓝丝我不明白 你们是不是很穷 你整个都觉得几百万 千多万是很大的数字 喂!大哥!你问一下你的老闆 他们炒肠股票 不过炒肠股票 分分钟都是这个 蓝丝有两种 蓝丝一种就是一些传统的左派势力 那些是没有钱的 另外一种 他们就很注重那种外国势力基金 一百万这么大 怎么搞错啊 还不是收外国钱 另一种很有钱 另一种很有钱 田北俊固然是比较 不是那么蓝丝 但是那些是一堆非常有钱 不过那些商家 据我所知 其实都很计算 因为那些什么人不计算 就是那些炒股票啊 造责啊那些 就是金融策那些 有没有好计算 但是那些那些 那些人 就是传统红色资判家 是 但是那些香港上位的蓝色 为那些地产商 因为他们管这么大 管到人 他们全部的账 都已经很固定的 正如某公司 之所以被告 我不说名字 就是因为他们 居然连贵赂的钱都出公数 所以才会被告 那些人全部是制度化了 那些人就会觉得 十多万 二三万 他一定要见到 效果才比 那些人就会计算 是 那最后结论 其实我只是说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郭文贵如果资助梁总行 你可以说他是卖国策 那么差差 但是他绝对不是外国势力 OK 那些钱在中国贪污 那些是人民血汗钱 他用回人民血汗钱 去资助香港的革命 第二件事就是 我都不觉得郭文贵会肯付很多钱 就是你看他的款 都是口说多 是实际的 你叫他扔几皮 可能分分钟 也都很正常 因为很多有钱人 就是出名沽寒 你说的 你没有实际东西 让我见到 我怎会肯扔一大块钱出来呢 那这个就是 所谓外国势力的真相 去到这里